燕子尾巴不见了 当心帕金森氏症早上升 帕金森氏症是一种慢性中枢神经退化疾病 耗发于60到70岁老人 国内约有3万名患者 由于患者脑内多巴胺分泌严重不足 会出现肢体僵硬、颤抖等症状 如果没有及早治疗 恐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其实各年龄程度有可能 家族性的或是先天的话 二几岁就会可能会有这种症状 那有些人到了八九十岁才产生这个症状 医事表示 当人要做动作时 除了大脑会传递神经物质发号施令 让肢体产生动作 胃在脑干中脑的黑质质密布 也会分泌多巴胺制大脑 协调各部位完成细部动作 如果多巴胺分泌大量减少 就可能形成帕金森氏症 使得椎体外的这些东西 会去调整你的运动的路径 使你手就不会抖 使你能够像正常人这样移动 医事说 黑质质密布约有45万个神经元 其中的黑素体第一区 主要负责分泌多巴胺 随着年龄增加 黑素体第一区分泌细胞 会逐渐退化 减少 正常人的黑质致密布 神似黑白分明的分叉燕子尾 但帕金森氏症患者 因细胞衰退 燕尾特征就变得很不明显 这项特征 成为医师判定 帕金森氏症的利器 透过磁症造影就能确认 今年71岁的陈宇氏 四年前出现手无力 举不起来的症状 原以为只是50天 但后来症状越来越严重 手还出现不自主抖动 后来透过磁症造影检查 才确诊是 疑患帕金森氏症 已经吃药吃三年多了 症状也没有再加强 就是维持原来的 医师强调 帕金森氏症初期 多是肌肉或关节酸痛 很容易被忽略 或误以为是其他疾病 如果出现动作迟缓 四肢抖动僵硬 或是步态不稳 就应该立即就医检查 东新闻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